胡队长提到了苗梨花 我是哑口无言 如果这是苗姐的主意 那么胡队长的说辞就无懈可击了 可渡场除了胡队长 那晚还有谁有能力把我从水库里救出来 寒嫂体力不行 假瞎子眼睛不行 他们俩绝对没办法跑去水库 跟金乐乐对峙 胡队长的伤口化开了 疼得一直咬牙 不等我们再质疑 他就一个人先回渡场换衣服了 岳明飞抬头看着胡队长离开 然后问 我说老黄 他说那话你信吗 信不信 等我们回去问问苗姐就知道了 那晚胡家行也不在赌场 金乐乐第二天被医院拉去了 他一直联系不上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啊 我记得胡家行跟秦旺说过 他那晚就在赌场 哪都没去 这分明撒谎啊 他心里肯定有鬼 我和你想的差不多 其实我也怀疑过他 可是没证据 如果那晚出现在水库的人不是胡家行 那能是谁啊 总不可能是唐二爷吧 你刚才告诉我 金乐乐的地危机里拍到了唐二爷在二十八日晚上回顾都长 然后就死了 于宇拿了唐二爷交给他的盒子 也死了 我可没说 于宇拿到了唐二爷准备交给他的盒子 他只是在录像里这么说 你这不废话吗 于宇如果没拿到东西 他怎么能就一命呜呼了 听月明飞这么说 我心想这话说的也对 可是于宇的遗物都被同学和家人整理过了 没人发现什么特别的盒子 莫非于宇把盒子藏在隐秘的地儿 又或者已经被凶手拿走了 所以没人发现异常的情况 这一天 我都在想录像的事 捞垃圾的时候一点都不认真 就跟没捞过一样 胡队长衣服湿了之后就再没回去 不知道是不是怕我和月明飞又质问他 下午回到渡场时 我看见苗姐还在办公室里 于是就大胆的去问他 前天是不是曾让胡队长去清理江底的捞石沟 苗姐听我这么一问 眼珠子往右上角翻了翻 承认这话不假 她的确让胡家行下水清理过捞石沟 答完了这话苗姐就问我 为什么忽然向她问这事 是不是胡家行在背后发牢走了 我这一听赶紧否认 没有没有 我就是好奇 你怎么不叫我和月明飞去 那天找不到你们 再说了 你们又不熟悉捞石沟 这万一你们出事 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苗姐说完 就朝办公室外看了看 好像在等人 我觉得奇怪 这江水那么绿 看不到底 你们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捞石沟啊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 干你自己事去 我看苗姐的神色有些不对 不好继续纠缠了 只好离开办公楼 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赌场 苗姐见了就追出来叫住我 这个人姓何 以前是宜江上的捞杀工人 也曾捞过尸体 堂尔爷还没出事前 这人手就不够 现在更加紧张 因此苗姐就从外面请人来帮忙 这种人算是临时工 将来有什么责任 肯定会推到姓何的身上 可谓一举两得呀 他住在宜江的另一面 与渡场遥遥相望 过来的时候 直接撑着竹筏 他偶尔会载着别人渡枪 一次收费五毛钱 他不用住在渡场 以后每天来报到一次 捞了垃圾清清泥沙 这就够了 最重要的是 广西的暴雨季节已经来了 到时候渡场会忙得四脚朝天 救人泄洪都要找渡场解决 这个人姓何 叫何况 苗姐和何况 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 然后就由我带着何况 在渡场里转了一圈 给他介绍渡场的环境 恍惚之中 我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半年多前 那时候 唐二爷也这么带着我转了一圈 在经过办公楼西侧的时候 何况看到了后面的废弃小楼 问我那儿为什么没人住 浪费了一栋楼 多可惜啊 半年前 我问过同样的话 唐二爷是这么说的 啊 那楼啊 年久失修 不适合住人了 拆了也不方便 所以就在那儿留着了 我原封不动地照搬那句话 何况就纳闷了 这年久失修 渡场才多少人呢 怎么有两栋办公楼呢 啊 没说那是办公楼啊 但也许是 我本能的要解释 可是话到嘴边 没声了 何况说的没错 不管废弃小楼 以前是办公楼 还是宿舍楼 哪一种答案都显得很突兀 我之前却没往深处想过 不过何况的好奇心不重 只是随便的问了一句 我就不再担心了 太阳渐渐西下 我们转了一圈 最后一起走去了江边 何况的主法就在眼前 他倒不急着回去 而是接着跟我唠嗑 唠唠往事 何况虽然不是周桥部队的人 但他以前和唐二爷等人 捞过不少尸体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打捞遗体需要单位开介绍信 家属拿着介绍信 找到水运公司或者大队 再由这些单位组织渔民打捞 家属通常递包烟 递条鱼就算抽屑 到了七十年代 打捞遗体的费用仍比较低廉 两个人一艘船 各算一个公分 一个公分三元 一天赚九元 两人分 在何况的印象中 捞尸费用是从改革开放后 涨起来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按尸体算钱 捞起了一具两百 一个人一天能分到三四十块 那就不错了 如果是村里的人 几乎不收钱 何况十几岁 就开始在江边捞鱼 他记得九十年代后期 打捞遗体的价格 已经涨到了三千元左右了 让何况印象最深的一次捞尸 是在九十年代初 宜山镇一辆客车 在七运码头附近 翻入宜江 五十三名乘客 仅一人生还 当时渡厂人手不够 何况等一群渔民 就被叫去捞尸 现场惨不忍睹 何况有些惆怅 现在好了 可是其他捞尸人 可是其他捞尸人不那么认为 你想啊 别的地方都有捞尸队 民间的捞尸人想捞哪儿 那就捞哪儿 想捞就捞 哪儿像镇上管那么严呢 哎 对了 你和唐二爷熟吗 当然熟了 不止他 我跟胡家行 红客 韩天孝 我都熟 可惜有的人命不好 先走了一步 哎 红客 韩天孝 前两人渡厂厂长 我早就觉得这两个人的死 有些蹊跷 那既然何况自己提出来 我索性就问问 既然何况自己提出来 我就问问 对了 红客和韩天孝 都是在打捞时候出的意外 没人调查过吗 好像胡队长说 红客在大桥垮塌的时候 下水救人 遇到了石针鱼 没错 胡家行 没骗你 何况边说 边卷起了袖子 粗壮的手臂 可就露出来了 我这桥里眼 不由得一阵哆嗦 原来 何况在1988年 大桥垮塌的时候 也曾下水救人 但被石人鱼咬伤了 留下了大面积的伤疤 若非韩天孝将何况救上岸 那么何况也会像红客一样 尸体全无的 当然 何况并不知道 红客的尸体前段时间 曾莫名其妙地飘现在了遗山水库里 何况故地重游 感触颇端 和我说了很久 才划着竹筏回到了对岸的家里 西洋将江水染得半绿半红 像是一堆熟了一半的水果 美得让人窒息 可就是这么一条美丽的江 有多少人葬生在里面 我长叹一声 不想陷入悲伤之中 随即就转身 走回了渡场 准备和大伙一起吃晚饭 苗姐为了融入渡场 居然留下来吃晚饭 搞得气氛很严肃 没有往日那般轻松快乐了 我还没捧碗呢 苗姐就说上了 我说你们吃饭都不洗手啊 快洗手去 大家乐他惯了 听到要洗手都笑着去了 到食堂外面的水龙头前排队 苗姐可能怕我们应付了事 还出来监视 可没想到 就在胡队长 岳明飞 假瞎子 寒扫卷起袖子 准备洗手的时候 我竟然看见 其中一个人的手腕有异状 有人最近 被蛇 咬过 我这眼可就瞪起来了 我在心里想 难道那个人就是把蛇放进骨灰罐里的人 因为捉蛇的时候不小心被咬过了 可怎么会是他呢 大家暗置去排队洗手 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人却没有发现 此刻正拿着肥皂搓着双手 苗姐看我站在后面不动 她就催我快点洗 别浪费时间了 大家都挤在食堂这边 不适合当面质问那个人 我便把这冲动给按下来了 打算吃完饭 再去当面戳穿人家 这顿饭吃得我浑身舒畅 差点忘了重要的事 这比平日多吃了一碗 韩扫今晚做的菜非常好吃 大概因为苗姐大驾光临 她特意露了一手 不像以前对付 我吃饱之后 想起洗手时壮见的情况 于是就大步追出去 截住了正要走向瓦房宿舍的 哪个人 我停在草地上 截住了这个人的去路 是你把那条蛇 放进骨灰罐的 对不对 别想蒙我 你手上有蛇咬的伤 身上的药味又那么重 这根本不是治你眼睛的药 你以前的药都没有味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现在的药 是用来治你手腕上的伤的 假瞎子想了想 你都看见了 这段时间 都是你在作怪 不是我 不是我呀 假瞎子斩钉截铁的否认 草地上没人 大家都散了 空旷的地方很难有人偷听 于是我干脆大胆地问 难道不是你在背后整我们 金乐乐出事 罐子有蛇钻出来 骨灰房里多了一个 这些不是你干的吗 蛇是我抓的 可不是我放进去的 我都看不见了 我怎么干那些事啊 你承认蛇是你抓的 哎呀 这也不算是我抓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这眼睛有问题 除了每个月生镇上的人民医院 检查眼睛 拿些药防止组织坏死 还跟老中医拿点别的药方 希望有一天这眼睛能好起来 那条蛇是老中医给我开的 他说喝草花蛇的胆液对眼睛有好处 所以我就从镇上的花草市场买了一条蛇回来 那天我把蛇买来 想让寒棗帮我杀蛇取胆 可这一不小心被咬了一口 之后我去找老中医拿药 草花蛇平常没毒 可夏天不一样啊 它能分泌毒液用来猎杀食物啊 等等 你说蛇是你从花草市场买来的 那它怎么跑到唐爷的骨灰罐里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从老中医那拿完药回来 这蛇就没了 我还以为它跑了呢 第二天我听你在宿舍里喊了一声 说打死了一条蛇 我当时是想说 可是苗姐催着你把罐子拿骨灰罐去 我就没吱声 后来 后来我问过你了 那蛇真的在骨灰罐里吗 啊 原来那天你跑来问我 就是因为这事儿 是吗 我看不见 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条蛇 我即使能看见 也不能完全确定啊 我自然就没说什么了 这毕竟一条蛇不见了 然后稀里糊涂的跑进骨灰罐里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是啊 这事儿是有点怪 我总觉得自从塔尔爷走了 这怪事儿就几二连三的出现 会不会他变成鬼了 假瞎子又开始天马行空的瞎菜了 天色不早了 假瞎子并非真凶 于是我再聊了几句 就将他打发走了 韩嫂正好洗碗 我看见他在水龙头前忙活 转身就去跟他确认假瞎子的话 韩嫂一边洗碗 一边点头承认 假瞎子喝舌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舌胆都是他帮忙去的 我听韩嫂说的那么肯定 就没再多问 想要离开的时候 却忽然又停下来了 对了韩嫂 你老公是怎么出事的 我终于还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 之前我就想过 可又怕触动人家的伤心往事 韩嫂显得很平静 关掉了水龙头 她就看着我 韩天孝是1998年出事的 和鸿克出事隔了十年 他们都是在打捞的时候 碰上食人鱼才出意外的 去年2008年 大家都以为胡家行也要出事 因为又隔了十年 幸亏这什么事都没有 韩嫂 食人鱼 1988到1998年隔了十年 一江还有食人鱼 不是说那些鱼没了吗 那当然 没人把那些怪鱼抓起来 江里肯定还有 可是说来奇怪 这些鱼就是我老公和鸿克出事之前才有 后来有人去捉他们 又无影无踪了 这事搞不明白 我听韩嫂唠叨了很久 这才知道 韩天孝也是因为食人鱼而去世的 只不过韩天孝留下了一罐骨灰 而鸿克当时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天可就渐渐黑了 我帮着韩嫂洗了几个碗 然后回到了宿舍 一个人点几文箱 接着琢磨 岳明飞已经没有多少热情了 吃过晚饭就去约会了 有时候还会在镇上留宿 或者在宾馆里 那么 我的这些事 接下来该如何 寻找答案呢